请你带张语 请你带张语 将张语推出去 斩落 走 殿下 不能啊 张语将军救了我们全体的命 殿下 不能啊 殿下 都下留人 给我拉出去 斩落 起码 殿下 张语将军虽犯军计 但死罪当免 江浙至北平遥遥千里 有山有河 有沟有差 即使兵不耻锐 民不推良 尚需数月 何况在大雨中行进 天降灾祸 其罪在天 匪人力可为 你说完了 末将拒绝非府之言 往殿下名断 不准 殿下 再敢胡言与张语同罪 殿下 顾口 殿下 末将请死 张语将军救了我三十万大军 功高如月 怪只怪末将昏溃 约束不利 致使兵士争斗 沙马为食 侵扰百姓逃兵四起 末将罪该万死 求殿下用我的向上人头 换张语将军一命 求福将军 不要再难为殿下了 各位将军 各位兄弟 大家的情 张语我心领了 殿下 今天张语违反军令 死而无怨 只是遗憾 以后不能再追随燕王 与敌宝将 为国安民了 下辈子如能转世 张语武还要拖在燕王帐下 按前马后出生入死 万死不辞 张语 你一路走好 你为将士生息而劳苦 为护军安危而赏命 我会按军中英烈厚葬你 善待你的蹊跷 只要本王一息尚存 他们就有温饱安康 张语谢过殿下 要走了 各位兄弟 跟着燕王大天下舒坦痛快 死也甘心 死也甘心 张语就此慈悲殿下 这下末将愿为张语将军抵命 末将愿为张语将军抵命 张语将军抵命 各位将军 舍生忘死 战功卓著 各位与本王明有主赐 实为兄弟 实为兄弟 起来吧 赶快起来吧 都起来 大势不可逆 军心不可违 各位兄弟的情分 让本王赶佩 都起来吧 是 张语 众将之恩 你要牢记肺腑 戴罪立功 上报皇恩浩荡 下念众将之情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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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阎王殿下 殿下 殿下 既各位将军 对末将恩同再造 张语万似难报 不 为将者要爱丁 危难之中才能万中一心 为王者要亲民 至事之道 才能行同于水 此次运粮三军用命 一路之上死伤过半 令本王欣慰的是 没有一个逃兵一个软带 押运粮草的全体将士 本王将各有封场 死难的英烈 本王有后卫体恤 生后的家眷 用本王来供养 此次供养成人 独造成才 为国所用 替负朕王 末将 替死去的将士们 拜谢殿下 张语 张语 你受苦了 本王替所有的护军将士 感谢你 替北平城的百姓 感谢你 殿下 别归了 你一身的伤痛 还没顾得上料理 去 疗伤去吧 谢殿下 来 断粮之事 罪在本王 没有众位将军鼎力相助 三十万大军危在旦夕 大家非但无过 反而守则有功 本王自罚一年奉努 封上有功将士 抚戏饿死的弟兄们 借燕王殿下再造之恩 愿永远追随燕王 为民主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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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主尽忠忠 燕君神异家 本王与三十万将士 如同一体 同州共计 生死于共 同州共计 生死于共 同州共计 同州共计 生死于共 同州共计 生死于共 同州共计 生死于共同州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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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心姐 今天我出去办事的时候 在街上看见一些物件 觉得新鲜 就买了回来 你应该用得着的 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今天真的是很高兴 可是你今后再也不许这样了 听见了吗 马河 听见了 我听姐的话 京城八百里急报 齐太尚书 奏请薛藩 皇上下旨了 父皇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奏章收下了 这恰恰说明皇上往心里去了 一是在权衡立弊 二是在等待时机 习太太乃太子欣服重臣 向来为太子所依重 习太敢奏行萧藩 定是太子受益 生上万年之后 太子继位 萧藩便势不可打 正所谓卧榻之策 有其中 欺容五年 殿下 请恕奴才惊扰之罪 那是刘燕 在窗外窥视头厅 被巡视护卫捉抓住 带人来 放开我 走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 奴才刘燕 叩见燕王殿下 刘燕 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奴才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啊 放肆 殿下 请让 闲杂人等先行退下 奴才有要事禀报 那请这位大师也回避一下 讲 是 管家说奴才四处偷窥 奴才绝不否认 但奴才偷窥到一见 天大的秘密 奴才看到同龄马合与侍女宋连心 在葡萄架下偷情 行苟且之事 什么 千真万确 奴才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 诸葛 燕王府怎么会出这种丑事 殿下 奴才立此一功 请殿下封赏 这种事要是传扬出去了 恐怕对王府就 在 把这个奴才的嘴给我封了 先把他关起来 带起来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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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宋连心和马合 一共滚起来 王爷 您不能是非不分啊 王爷 王爷 快 脱去走 王爷 殿下 这件事王小了说是家教无德 王大了说了 那就是王府里面藏污纳垢 此事若被胡承和齐太所利用的 消藩之事 必然更加顺理成章 而首当其冲者 就是燕王殿下 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是谁啊快 是连心 快快快 王妃到 王妃来了 王妃来了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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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心 连心 孩子 你有什么苦衷不能跟我说 非要干这种傻事呢 殿下 大事不好 宋连心她 她跳紧了 殿下 小的冤枉 殿下 师父 真的 小的从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连心姐也不是那种轻薄浪荡之人 只是 小的和连心姐从小远离家乡 无依无靠 为了能少点孤苦 小的才跟她多说了几句话 小的 一直以来只是拿连心当姐姐 请 请殿下明察 冤不冤已经不再重要 你给王妇带来的至少是奸密淫乱 藏污纳垢的骂名 殿下 王妇 本王一直很器重你 提携你 无奈你不思进取 竟然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来 我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也帮不了你 今夜 本王要借你的脑袋一用 天下 殿下 殿下 把小的从小养大 小的无以为报 今夜 能够为殿下而死 马合 报了王恩 无怨无悔 小的 给殿下磕个头 这就上路了 阿弥陀佛 殿下 庭僧愿以另一颗人头 来换回马合的脑袋如何 啊 大师的意思是 马合与连心今晚根本就没有大过错 说他们俩坏话的 只有刘烨这小人 这个卑劣的恶奴 为了邀功骗赏 竟然屋中生有 血口喷人 这能建立妄议的小人 刘他何用 贫僧要娶的就是这个刘烨的相上人头 这马合不是个太监吗 他怎么会 王爷 太监去世以后 不阴不阳 不辞不雄 因此自古以来 太监们常常心术不断 马合却与众不同 他虽然去了南宫 可心态依然 他对连心的所作所为 绝非淫乱 他们不是在用情 而是在用心 王爷 想想刚才的那一刻 此子在忠的面前 在生死之间好起逼人 王爷 下人重义 主子更应重去 可这事要是传出去 王爷说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对 一笔勾销全无此事 王府过去是一片净土 今天依然是净土一片 堵住地中的义血 扫清家中的内鬼 众办留业历练马合 这件事让马合亲自去办 既是对他的恩典 也是对他的警告 以此杜绝一切流言非议 快 快 走 走 快走 大哥 九大哥开恩的 伤小的一条活路吧大哥 牛爷 今夜 是你自作自受 我已经跟殿下求过警了 给你留下了一道恩典 什么恩典 你自己下去吧 大哥 我不想死啊大哥 你放过我吧 大哥 大哥 你这孩子 起来吃点东西啊 好了好了不哭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是冤枉的 王妃 王妃 我对不起您啊 你这个孩子 就是烈性子 你呀现在先好好养伤 养好了你还跟着我 好吗 王妃 王妃 奴婢想离开你 怎么 谁说什么了 没有 王妃 奴婢想求你一道恩典 你说吧 皇后的灵堂 不是在家庙吗 是啊 我想 替王妃和王爷 去释放皇后 为他老人家打理香火 终老此生 永不出门 你是为马河吗 不全是 奴婢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活人的地方 就会有是非 只有先世的人 最可抗 他们永远都不会欺负人 永远 清清静静 太平安宁 奴婢愿意守着他老人家 过一辈子 来 殿下 秘址何时送到的 今日未时三刻 你是北平不正使 秘址又送到了不正司衙门 你开阅就是了 那官带来了皇上的口谕 令下官与王爷同时开阅 于是下官就赶来了 你我同为北平首脑不分彼此 开阅吧 下官遵命 退下 是 是 殿下 念 朕亲世燕王朱棣不正使胡承 皇太子朱镖于四月初八银时出客并重而崩 着皇儿朱镜 统军护边不必入京尽孝 着不正使胡承客进职守 安民辅政 钦此 大哥 你把自己拿走 你把你拿走 就干吗 真是怎么没有 一把你拿走 就好 你把我拿走 你把你拿走 我把你拿走 大人 你慢着点 老板 怎么回事 回大人话 王府的人在小的店里定了些白布 定的白布 听说要办丧事 让小人给送过来 我怎么没听说 谁让你送过来的 大人 这 前天就定了 这 前天就定了 这 前天就定了 师父 师父 无礼 阿和 天可曾塌佛 不曾 地可曾陷佛 也不曾 那你火烧火燎的找我来干什么 没看见老那在打坐吗 有也无珠 有也无珠 要也何用 师父 你知道吗 京城传来消息 皇太子已经欲天而去了 凡人终有一死 俗念总有了结 老那已经算定 不足为怪 师父 您早就知道了 是徐飞叫你来的吧 你去告诉他 此事已有阎王告我 不便我告阎王 可是阎王殿下他已经昏倒了 此事我帮不了忙 原来王爷还得劳神哪 必须做足晚上的功课 他确定了 杔涯 时宜 就和王一泹 为了 李宗生 为了 我让你买尸 为了 他所作为 的 都用 一张 小明 和辰 为了 我 也想 多多 都用 人这一辈子啊 不过如此简单 一些荣华富贵 最终不过是黄土一旁 人都一样 小的 曾经见过饿死的 被打死的 砍头的 还有被剑射死的 小丹和那些竞生竞工的路上 见过好多人的死 那你说什么是死 死就是没了 用师父的话说 人死了之后 就是不能再看大千世界了 没白给你师父学 连大千世界都知道了 小的还知道 太子殿下已经不用再看 这个大千世界了 这个世界太悲惨 太子殿下 他现在去寻找极乐世界了 人一生下来 全都攥紧着拳头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拿 我也就跟着来了 人一死手也就松开了 什么都不惦记 心也就清静了 无喜无悲 这就是极乐 所以殿下 你就不要太悲伤了 万和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了 还记得他们吗 他们死的时候我还小 全都忘了 不会 我记得爹和爷爷给我讲过的故事 他们说 他们都去过天方朝圣 我还记得爹说过 我们家的一个老祖宗 他叫塞典赤 塞典赤 是 你知道塞典赤是什么人吗 他是千元的一代名臣 本王真没想到 你原来是贵宙之后啊 假若千元不被大名取而代之的话 说不定今天你是主子 而本王就是仆人了 小的不敢 小的想都不敢想 好 起来吧 今天晚上就咱们两个随便说说话 不要有什么顾忌 坐吧 是 世事难料命运无常啊 马和 你有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去天方朝圣啊 有啊 我从想就想 盼着长大了以后 也要去天方朝圣 你比本王强 有梦想就敢说出来 殿下 去睡吧 小的替您守着 小的替您守着 我这背后有多少眼睛在盯着 本王不守这个灵 不熬这个夜 那些流言恶语 就会变成滔天的洪水 人言可畏啊 帝王之家无家事 家事即是国事 是 我这个燕王殿下 是不能只给自己活的 王爷这事怎么了 已经连续睡了三天了 太子已经不在了 这事情明摆着 千载难逢 也不知道殿下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能让锅里的鸭子飞来 怎么也得见到王爷 套个主意啊 对 就这么办 今天晚上咱们三个就住在王府了 我就不信殿下不见咱们 几位将军辛苦了 吃西瓜 又是西瓜 前天是西瓜 昨天是西瓜 今天还是西瓜 我们来见王爷 不是为了来讨西瓜吃的 那是那是 但是 这几天在办太子的丧事 殿下实在是太累了 真是没法见你们 行了 让我们从哪来的 还回哪去 该干什么干什么 吃这话不是 不行 王爷不能就这么干耗着 西瓜不吃 我们也不走 小的告诉他们 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请他们管好大营 带好自己的队伍 他们说今天只能如此了 可是他们明天还会来 还有一件怪事 禁告王爷 王爷 胡大人带来 太子变天消息的那一天 不知道是谁 往王府里 送了满满一车白布 小的 问过城里的几个布店 后来找到了 锐发想布店 他们伙计说 是他们送的 可是他们一口咬定 是王府里面的人买的 而且还付了县钱 这些天 小的 向王府上下的人都问过了 就没有人知道这回事 是 查明白了 布店的老板说就是燕王府的人买的货 哦 朱弟一定是在圣旨送达之前 就知道太子变天的事了 不然 怎么可能早有吊丧的准备呢 燕王 生不可测呀 不可测试 一天之中 三进我寺 真是皇上不及太监急呀 殿下如何 依然如故 用上了韬光养晦 懂得了以静之动 殿下暗示心力 思虑深远 大有长见 师父啊 可是殿下 每天睡大觉会不会错失良机呀 其实真正急的还是燕王 他不过是没有想明白 或者是他根本就想错了 猛药还没有熬到火后 他还得再经磕碰 那么殿下他错在何处呢 马赫 眼下太子死了 楚位已空 各皇子都在动心死 皇上也在明察暗访 你看燕王该当如何 如果殿下没当上太子 新太子将会是王爷为最大的危险和威胁 诸是太子之争 您可以一言以蔽之 你死我活 如此可教也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给他下一剂猛药 等来等去 还是前几天那几句话 我看咱们也别在这瞎等了 还是回去自己想折 慢着 我这越着马越不势头味 你们想想 太子刚刚变天 我们就一趟一趟的要找殿下 这不是给殿下出难题吗 他不想见咱们 不等于和咱们想的不一样 他没法直说 那咱们还等什么 得赶紧想办法 王爷闲着 咱们不能闲着 我看咱们也不要等殿下发话了 反正就这么点事 咱们几个做主就得了 这样也好 万一出了事 也和燕王无关 就咱们几个 顶着了 要杀要寡 就咱们这几颗脑袋 倒也干净了 就这么办 丘福将军 从现在开始 你把湖北口以外的队伍 调往北平 好 钟能将军 北平城内的大小统领 上着参将 下着百户 全都换成咱们的人 好 抓住了大权 胡成一个小小的北平不正石 不过是个臭虫 走 我们现在赶快就去准备吧 好 好 没问题 走 走 表面上为大桑所累 心灰意冷 好 俺地里却调兵遣将 磨刀祸祸 朱棣的叛逆之心 早已昭然若见 在此危难时机 正是大人向东宫主子 一表忠心的最好时机 大人 如果拿下了朱棣 便是为东宫立下了授功一剑 大师 本王这字学的如何 笔风不见 无心无神 内无坚固 外无丰肉 大师看都没看 从何说起 貌似净水 心用波澜 如何能写得好字啊 殿下相依静之洞 刻意藏着 掩盖心机 原本无措 可浓淡之法 重在有序 张弛之道 贵在有度 殿下乱中取境 收敛锋芒是对的 但是必须叙事待发 争取机会 殿下如果打算静观其变 等着圣恩垂降 天上落下个太子来 得以名正言顺的一个贤名 那无疑是化病充饥 自欺其人 大师说的精彩啊 本王却不知化足何来 大师的教诲 岂不成了无敌放职 当务之急 要避时就须 另辟蹊径 炁热锅 烧冷藏 殿下要即刻 金睛面见圣上 请辞军权放弃燕地 主动领取近海事物 修建海边卫缩 太子大丧起见 处心局里挖空心死谋一己之私利 大师的话 恐怕有失传后吧 赌 赌 争得大位 又何愁区区燕地 这就叫以燕地赌天下 哎 哎 淋摸了几个字 这熟二都酸了 哎 莽河 在 殿下 莽河 是告诉膳房 把昨天庄户送来的专酒 做成这几只 你陪大师一起用餐 等王累了 去散散见 是 哎 哎 手疏两端 头疏忌弃 大人 京城送来的蜜箭 要我把北平的情况 三日一报 这岂不还是要我监军吗 而且 比过去 盯得更紧了 朝廷 既然赋予大人如此的重任 说明尽管太子病天了 可是皇上对大人 仍然宠心有加呀 可是齐大人信中传来的 只是口语 并非皇上的御笔 这可大有区别呀 大人 所虑极是 如果将来燕王被立为太子 那大人今日监军之事 都将成为大罪呀 可是 我如果不三日一报 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万一 要真是皇上吩咐过的 在下猜想 此刻各地不正式 可能都已接到了朝廷的密令了 太子爷并天 楚位空智 朱王哪个没有争处之心呢 皇上也会派人盯着他 他 关键在于 皇上想让谁当太子 小的今儿早午得知一件稀罕事儿 城外的老百姓奔走相告 都说是天将祥瑞通宪领庄有株麦子 竟然长了一尺来长的双碎 小的想 皇上的万寿节就快到了 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事儿 他一定 在哪儿 小的已经重金够回来了 快快来呀 小的放那儿了 好好好 马赫 你替本王办了件大事啊 多谢王爷 明天 说明 宝负 示得 作词 王族太愿意壮烈 让时空化作笔墨奇才好吗 盼望大魏早早确定 已经定了 你说是不是天将祥瑞 龙兴燕地筋骨器官 臭小子 你给殿下惹了大祸了 你给殿下惹了大祸了